嗯 哎吃这假的我还想说吃一口 哎围裙 带一条 大厨大厨大厨来给你们带来的最珍贵的食材 麻辣兔头 哈哈哈哈哎呦哎呦 是真是 先好我买了你想吃的椰子 哇塞 带这么多好吃的 我现在把你的椰子给你拿出来 好喝吗 还不错很甜啊 谁先跟我一块打个蛋呗 我可以帮你打蛋我帮你打蛋 还有这种大盆吗 有这这个这个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干净了些 先把我的衣面拿出来 最长你帮我买的酱是哪个 锅底你的锅底 不是蛋呐 你的蛋都在那儿 先来十个瓦打了放下去 小心点 我这个鸡翅 今年应该是我做的第二次 怎么样店家是不是就好这口 是啊做鸡翅我要吃 没问题 上次没吃够 哎我有一条消息 他们已经到了 到了啊 你去接一下他们 哎我们去接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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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房子好好看啊 天啊 到巴黎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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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的 波威斯家 波威斯家 对 这是我们第二个宿舍 真的假的 还有游泳池 吃完饭就可以游泳吗 我们可以饭前游 在水里吃是吧 水里 你是不是笑到那种 笑到下面 笑到一个桌子 笑到一个桌子 那我问一下队长 可不可以有这种服务 对 我得去确认一下 对 这里真的很不错 我们第一印象很好的 有没有一种国外的感觉 有巴黎 巴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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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但是我想说就是 因为确实你们赢了 所以我们就是想为你们准备 一个盛大的晚餐 所以我们就选在了这里 是你们选的地方吗 就当事了 就当事了 没有关系 谢谢 好用心 名字来了 你好 让我们欢迎名字 你好 张欣欣穿的好专业 很像一个大厨 好专业 所以看起来你是主厨的样子 我是服务员 对 所以她是主厨 每个人都是主厨 只能说你们有口福了 我已经把我最能做好的东西做给你们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太有诚意了 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真的吗 真的会喜欢 发自内心的 来 请坐吧 这是我给你们买的花 哇 就这么用心 天哪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看到这个颜色我就想到 红色 真的 红色和粉色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很适合你们 然后我就这样搭配了一下 太会了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做一下 那边要忙着做饭 好 看来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 我们要不要帮忙 我们误会他们了 我们以为他们整活了 活也整了 但是好吃的也有 是好吃的活吗 是好吃的 是营养的活 好的 那怎么有点 就是你减肥的时候很适合吃一种东西 沙拉 沙拉 沙拉太低端了 期待一下 可以给他们拍照 给他们记录时刻 好 先拍一下我吧 嗨 这边大家看到的是六位努力工作的 老师们 对 然后我们现在去进行一个采访 采访吧 这是工作了 你好 请问你在干什么 我在准备蒜末 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今天准备的菜吗 我的就是高蛋白 且不胖 好 今天是我的看家本领 可以透露一点点吗 你可以说可乐两个字 鸡翅 对 所以是可乐之气 可乐鸡翅 对 准来了 你打算怎么做呢 鲍鱼饭吗 蜜翅做法 这是我家独家的蜜翅做法 刚才提我这个蛤蜊 所以你今天要做蛤蜊了 到时候知道了 好吧 到时候就知道了 还有中场休息 我很少有人这样做 连我妈都不这样做 很专业 我看起来很脏 所以你们全团是真的都会做饭是吗 你这个 你到时候尝完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 好吧 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真的我第一次看人打领带做饭 我感觉像在米其林 好 无敌 还挺香的 好想吃 我也是有点饿 请问那边那个神秘菜还有多久 这道神秘菜还有多久 老师们 你看你请坐 去休息一下 到你在搞笑 走开走开 我丢个垃圾 我给你丢 我给你丢 走开走开 我们换一个方向 你走这边 我走这边 我可以转过去 欣欣别动 谁啊谁啊 再看再看 别别看真别看真的 好好好我们保留一些惊喜吧 好好好 没想到我有拿手名作 还挺香的 这味很正 比我家的小米拉 我们马上就要开餐了 好 我们已经在期待了 今天是真的能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感觉这个好香 我想吃这个 卖相很好 火锅 我口水都流出来 最后一道菜 来了 这么干一切 他们搞神秘 到底什么东西啊 别急 别急 疑惑你们会爱吃的 辛苦了各位大厨 辛苦了 主厨介绍一下吧 那先沐青来呗 你今天第一个完工的 耶 因为就是我是贵州人嘛 然后想着NEM也有 两个贵州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想说要不要把自己家乡的风味搬到餐桌上 那是那种山辣口味的 所以你是sweet chili的chili 对 然后我也可以是甜了 你甜你做的太chili 很棒 我的这个是那个蒜香花甲衣面 就是想挑战很久 你们你们被抢一下 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叫BBO 就是大胆 对 我很大胆 那我很大胆 所以那个是你的菜是吧 对盖住的是他的 先掀个盖吧 来 还需要两个人一起开心的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给你们特写 我们很期待 很期待 我真的会心 你知道我前几天养了一种叫B虎的生物 也是吃的这个是活的 真的好吃 你想高蛋白不胖 确实 而且它的寓意是什么 祝你们新专辑节节糕 谢谢 其实看起来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你把它当做薯条就好了 你看 其实真的还行 我要尝一个 我来的时候跟先上说 这龙姐肯定吃 我不行 完了 对于NAME来说这算什么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就是像薯条的感觉 大家都不怕 不怕 你别把它想成虫就好了 欧阳你刺一个 我们都发二专了 你BBO的 你要大赞一些 这是一个薯条而已 我给你关盘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你吃了你们这张专辑就爆了 没准 对 这样搞是吧 很好吃 你闭着眼睛吃就行 你吃吧 我觉得还行 可以 直接吃 你不要把它想成虫子 它不是虫子 它是薯条 它是那种面粉捏的小虫子 薯条条条 有一点像那个脆上 软上 对 对 好吃吧 好吃 好 来吧 咱们开始了 好 我们尝一个 尝一下那个鲍鱼 好 你们一定要多蘸一点海鲜酱油 就你们要泡一会儿 它很脆的 可以 没有任何鲜味 我今天是 谈一下我的吧 好 好香 还不错 还不错 它有很多蒜的味道 蛮好吃 来吧 吃一口鸡吃看看 好吃 这个很好吃 很入味 店家 你觉得番茄炒蛋还不错 我觉得这次很成功 这次的 只有土豆 白菜 这火锅里面的肉全熟了 我口水都流起来 哇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酸汤 好久没吃了 好吃 他真的在一起吃 哇 真的只有他是爱吃 是我吗 是啊 我们现在是虫友 虫友 虫友 下次你去哪吃虫 就带上我 好 让大家吃得这么开心 大家吃 我没有想到今天是这样 把你能吃到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的 今天有点惊喜的 不知道他们真的会做饭 以为他们都是开玩笑的 是的 看起来最有点吓人的 我觉得 挺好吃的 是对好吃的 它有点像我们贵州的 那个脆上那种口感 对 大家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的话 咱们玩一下游戏 好呀 游戏 来啊 我来介绍 这么直接的吗 你们还准备了游戏 就到了他的那个领域主场 来我们先说第一个游戏 这个名字叫做 谁最有可能 一位成员根据题面 在十位成员中 说出具备这一特点的人选 其他的成员根据人选 反向推测题面是什么 答对成员获胜 比如说给他一个标 标签是可爱 然后呢你要看他这个人 在他身上想他是什么标签 什么眼睛带什么 善良可爱 可爱中了 那就赢了 这个词可能是好的 也可能是不好的 很烧脑 然后就是男生女生要各出一个人 好 第一个 女生嘉欣吧 这个信息吧 我 信息 一般信息都不是这么好词 哈哈哈哈 能不能说话了 但是其实两个字就提到很不太好的词 但这个这个是褒义词 最有职业道德的人 你好高级啊这词 不是不是 看起来最想整容过的人 说这 spoke 他不知吗 他不知 absence 我要是你 我就答他 我俩向整容吗 这是好话 但是这是好话 我说看起来 rupel说这个话说你们没有整个 看起来比例最好的人 看起来最自律的人 最爱卖萌人的人 易信雲 对 好什么 易信雲 看 你看起来一星园最好的人 欣欣就走路上回头率太高 来 下一个 你说吧 谁 杨诗玉笑得那么开心 点名 你吧 我想到了 你确定是我 我觉得是你 好 欧阳晨曦 最无力取闹的人 哎 你这么清晰认识自己 你既然自己cue出来了 你既然自己cue 那我就不客气了 最八卦的人 最画牢的人 和这个有关 有一点强烈的东西 最爱骂人的人 脾气最不好的人 最较真的人 最不要脸的人 什么呀